从前在一个远远的森林里 住着一只叫做小兔子的可爱小动物 小兔子有一个特别的习惯 那就是每天晚上 它会在星星环绕的一晚 仰望着天空寻找最亮的星星 有一天当小兔子仰望着星星时 它发现了一颗特别闪亮的星星 它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就像一颗闪亮的宝石 小兔子决定跟随这颗星星 看看它会带它去哪里 于是小兔子开始一场奇妙的旅程 它穿越了梦幻的彩虹 飞越了棉花塘云朵 最后来到了一个充满魔法的花园 这个花园里有着五颜六色的花朵 它们像音乐一样开始唱歌 彭扶在迎接小兔子的到来 小兔子在花园中漫游 与花朵跳起了欢快的舞蹈 它还遇到了一群有生的小动物 它们和小兔子一起玩耍 分享着笑声和欢乐 当夜晚山了 小兔子感到有些疲倦了 它躺在柔软的花瓣上 闭上了眼睛 在这个美丽的花园中 小兔子做了一个美好的梦 梦中充满了奇幻冒险和快乐 当第二天早晨 小兔子醒来时 它感到自己充满了能量和快乐 它明白了 即使在夜晚的梦中 也可以经历美妙的冒险和友谊 从那以后 每当小兔子仰望星星时 它知道星星会带它进入美梦之旅 探索世界上美好的一面 并且在梦中感受到快乐和温馨 现在 亲爱的小朋友 当你准备入睡时 也可以仰望星星 想象住自己正在一场美梦之旅中 享受冒险和友谊的美好 愿你有一个甜美的梦 明天早晨醒来 充满快乐和希望 晚安 亲爱的小朋友 愿你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和美好的明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